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开始了 严格说 现在已经是天上在下毛毛雨 地上刮起了小风 两个老头到底谁能够最后决出来 全世界的人都关注 美国人那简直是 说是有一些人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的人也想知道 到底谁上啊 谁下呀 下了的人甘心不甘心啊 大选结果如果不利于自己 结果可能会怎么样啊 特别是有人从全世界的范围之内搜紧有关大选的各种各样的信息 比方说有人就死盯那个义乌啊 就中国义乌指数决定了美国的大选结果 有些人已经有了路径依赖 习惯性思维了 还有一些人呢 从欧洲开辟了一个新的指数 叫欧洲博彩业指数 因为所有的有赌引的人都要赌这个大事 自行车过来 汽车过来都要赌牌号 更何况两个老头结老大老二 所以在这个时候 美国的大选是所有的人都感兴趣的 男人尤其感兴趣 美国大选究竟结果可能会怎么样 今年会怎么样 反正是上一次 美国的专家李翔先生预测得非常准 并且他是中国的智库的专家当中为数不多的 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那么几个说准了的人 在上一次美国大选就是特朗普胜出那一次 我在底下问过他多次 我说到底怎么样 他一口咬定特朗普 我那时候我都觉着 我觉得你也太少数派了吧 你也太另类了吧 你也太不靠谱了吧 但是他就给我算 这个州怎么样 那个州怎么样 这几张 那几张 我不是一个技术性思维的人 我听不进去 但是实践证明 李翔先生说对了 可是一个人能够延续他的光荣吗 今年特朗普怎么样 拜登怎么样 我就想问李翔先生 你还延续此前你所表达的这个判断 是这样 我们判断在前面的节目已经都表达过了 我今天没有新的判断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 我坚持我的判断 因为现在这个阶段相当于什么呢 我举个例子 就相当于两个人下围棋 两个人下围棋下到中盘的时候 无论是棋手 本人还是旁观者都会做一件事 叫什么呢 叫鼠木 对 鼠木要数自己已经稳稳站着的这个木 你这个拥有的木数是多少 要对方有多少 还有多少是我们俩可以争的 那这个就是相当于说 在这个美国选举中 这就叫 每一方的这个基本盘是有多大 然后还有多少所谓摇摆州 摇摆州就是带真的这个木数 那么旁观者就会来看 这个根据双方如果正常水平的话 那么这个最后结果会是什么样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些 虽然我坚持我的判断 但是呢 我不是说我的判断一定是对的 因为这两个人加起来多少 152 岁的两个老人 有很多不测因素啊 152 岁的老人这个 这个 这个 象征的话 那么不测因素还是会很多的 我跟再举一个围棋的例子 我们围棋界的元老陈祖德先生 嗯 陈祖德先生写他回忆录的时候 他其实 他说他得了癌症 然后呃 年纪很大 还跟人下棋 嗯 吓得很好 他自己说复盘的时候 觉得自己吓得很好 但是呢 看一块棋的时候 明明是活棋 他当时看左眼了 往里放了一个字 结果把活棋变成死棋了 嗯 嗯 那你当然你知道下棋要是高手直接死一块棋 那肯定就没了嘛 啊 所以他就输了那盘棋 他很不服 但是呢 他也承认年龄大了以后 对这种高智力活动 会出昏招的机会啊 是非常多的 那么现在这两个 一个78岁 一个74岁的老人相争 嗯 呃 谁出昏招 你也都不要意外啊 啊 出 要么是主观的 要么是客观原因造成的 啊 所以这个现在呢 一般按我以往的习惯 到9月份的这个点 还剩两个月的时间啊 我们就静音了啊 啊 就就是啊 类似上市公司 上市之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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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静默期啊 我们就不再做一策了 啊 因为所有的数据 就是这个鼠目的工作啊 我们已经完成了啊 这个如果你要现在 让我再把这个目数再跟你说一说呢 说说说说 啊 那我可以说一下这个大致的目数啊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全美的选举人票538张 嗯 538张 我可以确认拜登啊 比较安全的 所谓他的基本盘 嗯 2232 这是他的基本盘 特朗普这边呢 目前看的确实不太妙 大概他的基本盘能稳住的就是126张票 比232 差这么多啊 但是呢 我会采取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我过去用过的很成功 就是他是在任者 我要更多的把有利因素往他身上堆 对啊 那么我把目前还有6个州的这个94张票嗯 是不确定的 是两个人在民意测试中不相商下的94张票 我放到他的一边来 那这样呢 他能够确保的大概啊 就说我按照对他最有利的情况来假设 他有这个220张的基本盘啊 这个220张的 那么很接近了吗 220比上232 那就剩下来是多少呢 剩下来有5个州的86张选票嗯 要他们两个人去争嗯 那就简单的算数 你就可以算一下吧 呃 特朗普需要50张嗯 就够270 对 对 拜登呢 有38张就够270嗯 那么当然是拜登相对有利 我现在留下的这个86张呢 实际上看呢 已经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摇摆州 而是通常按照选举术语来说是浅蓝州啊 就是偏向于 民主党党一点的 嗯 但是我现在把它算成摇摆州 嗯 但是我现在把它算成摇摆州 嗯 这5个州就是这个密歇根 呃 威斯康星 嗯 宾西法尼亚 还有亚内桑拉和呃 呃 这个呃 这个呃 佛罗里达 这5个州的86张票 会 所以今年要看大选呢 我们就看这5个州的表现 呃 这5个州总共86张票 呃 目前的 呃 呃 目前的 呃 如果是比喻成棋赛啊 呃 这个 这个围棋比赛的话 那么这个虽然这86就86幕好像是可以争 但是我们要看到它是偏向于民主党的啊 只要 当然我们还要说 你拜登啊 78岁了 你会不会出婚招 嗯 把死活旗走成死旗 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当然有 是吧 那么我们就不对 现在我们就不对输赢做判断了啊 我就把这个点目的啊 这个点目的结果告诉你 然后我们就呃 呃 等这个 11 月 3 号 这个 选举 嗯 当然我们知道啊 今年比较特殊 其实选举已经开始了 嗯 那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嗯 嗯 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因为今年由于疫情呢 那这个呃 大量的选举要通过邮寄的方式来进行 那么有些州呢 尤其是几个摇摆州 已经开始了这个大选工作 9 月 2 号 就上周呃 呃 上个星期五 呃 呃 北卡罗来来 来纳州啊 就向选民寄选票了啊 嗯 啊 这时候你在家 现在那么这么几天下来 他们应该都收到 收到在家这个 这个 也就在家决定打谁的拨了 对对对打拨啊 你就可以寄回去啊啊 可以寄回去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始了 然后密西根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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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州宣布 9月之内 他们都会开始游击工作 所以今年 会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可能会出幺蛾的地方 就是游局 游局 我们要看美国历史的话 美国游局挺好 在20世纪早期和19世纪 美国游局在美国政治中 扮演极其重要的决策 你可能 我讲点花絮 这算历史花絮 为什么 你两党竞选 还有其他一些人竞选 他要大量的志愿者 在底层帮他们做工作 又没钱给他们 没钱 当时美国唯一的国家机构 有众多工作人员的机构 就是美国游局 美国游局现在是有80万人 过去可能少 当然少很多 但是那是美国政府 唯一拥有的一个机构 所以每次 总统会动员一批竞选人 动员一批老百姓 去帮他做志愿者 如果成功的 就把邮局的工作 就给这些人 给志愿者当中表现优秀者 积极的 优秀的 而且帮助这位竞选人 赢下的这个人 就会把邮局的工作 给这些人 所以十九世纪 你会看 每四年邮局换一拨人 给你们家送信的人 就换了 这就是基层政治 这么玩起来 我去美国 我去美国 有人曾经出钱 让我去美国观察国大选 观察大选 我才发现 我们很多人在国内 想象着美国的大选 想象的选票 其实和人家真实选票 距离很大 原来我们以为 就总统画圈了 结果我一看 选项很多 移到堆名单 很复杂 一个一个翻译过来 所以至少两院的选举 是这一并进行的 这次两院的选举 你估计结果会怎么样 首先是众院了 众院我们知道 选举是最频繁的 众议院每两年就要换届 一个任期也就是两年 而且非常多 全国435个议席 我是2018年 做过一次非常细致的 众议院选举结果的预测 提前几个月 两三个月 做的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点 那非常复杂 因为435个人 你想每个席位 假定两个人争的话 那你起码要关心 800多个 870 870个人的数据 所以工作量还是很大 所以2018年 因为没有别的选举 就是没有总统选举 当时精力放在这上面 我们做过一次预测 当时我也是用了一个方法 就是说是我按照 完全偏向于共和党的数据 来预计它最多能得到多少 最后我算出来 共和党的席位是 小于等于213 那就是说218是多数 那么就是可以得出一结论 这个共和党会丢掉 众议院的多数席位 当时后来正好做完这个 到美国访问跟一些人聊 跟他们交流的方法 他们很感兴趣 说你这方法很有意思 很独特 你假定一方 就是我把所有数据 都偏向一方来解释 看它最多能得到多少 最后得出一个共和党 一定会丢掉 这个多数的这么一个结论 最后看是对的 而且丢的比这个要更多 它实际上只得到 后来最后统计 大概200票了 200个席位 今年看众议院 应该说民主党保住多数 保住多数是 没问题 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我也没有细看 就是一眼看过去 参院 参院我们知道今年是 35 36 有一个要补选 36个人要重选 36个席位重选 现在我能得出的结论是 民主党会丢掉一个席位 就是阿拉巴马州 哇 这么细 那当然这个席位 都是一个州一个州的 一个州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人出来 这个要重选 但是在另外四个州 科罗拉多 缅因 在北卡 还有哪个州 亚利桑拉 这四个州 共和党是肯定要丢掉 那么就是说 它会减四加一 那么按照目前的格局 就是说 最可能的结果是 50比50 50比50 那么50比50 按照美国的法律 就是谁是多数呢 那就看谁选上总统 因为副总统 是这个参议院的 法定的议长 就是说 在出现投票 出现这个50比50的情况下 副总统可以投 关键的一票 那就看谁是总统 那么谁是 就50 50的情况下 谁是本党出总统 那么本党就是成了参议院的 这个多数 但是实际的情况 参议院有可能 共和党还会丢的更多 我现在觉得50 就这么说吧 我的结论就是 共和党小于等于50 民主党应该大于等于50 就是说是有这么一个微妙的区别 民主党还是略占优势 略占优势 那么再看总统 如果和总统的票数比起来 对 那这两个加起来 整个来说 民主党占据比较明显的 今年有可能会形成 民主党在两院加总统 一个大胜 其实我们回顾2016年的话 特朗普当时是 真处在一个 历史史的一个 共和党的一个高点 你看他赢了总统 高光点 赢了当时他赢了总统 赢了两院 获得了最高法院 至少两个大法官的 任命的权利 或者叫机会吧 因为大法官是要死 才能任命 这个没法预测 你不知道哪天死 但是这个四年下来 你看18年丢掉了众院 今年很有可能丢掉参院 甚至可能再把总统丢掉 这个对共和党来说 今年可能是2020 这个很可能是一个 一个很悲惨的一年 我这个采访过很多人 接触过很多口若莲花的 甚至口吐金元宝的 甚至说出话来 识破天惊 粉丝 蹭蹭忙长的专家学者 吕翔先生和他们有一点不一样 就吕翔先生 他说话 持之有据 而且动不动就给你图表 就给你分析 给你数据 因此呢 给人的印象就比较靠谱 更加上上一次 他预测比较准 因此我对他有一种迷信 可是呢 上一次呢 我跟他对话的时候 你说过 有数据 还有直觉 有人就对你的 有的时候靠直觉的说法 就觉得提到直觉就不靠谱 您能不能再解释几句 直觉是这样 直觉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功利的表现 作为一个专业的人 我再专业 我没有精力去看太多的人 比如说你民主党初选 一看报名20多个人 20多个人 这时候有的人 确实有人在做这个工作 20多个人的背景 简历 都来找 来分析 那从我个人来说 我功利一点 我没有这个精力 我真的没有这个精力 我就必须靠直觉 做一个筛选 所以当时民主党的 这个 早期报名的时候 我就看四个人 我就觉得这四个人 值得我看 这其他人什么杨安泽 什么这些 我就 看得玩吧 如果偶然冒出来 我也会看得玩 我当时就看了四个人 第一看拜登 因为我觉得拜登 我直觉就是 他肯定是那个人 第二 我看桑德斯 第三 我看沃伦 这两个人不是说 我认为他们能赢 而是说 他们代表了 民主党内的 这个左派的 左翼的势力 即使他不能赢得 总统的选举 在未来美国政治中 还会有决策要扮演 所以我要关心 他们的一些 施政方面的一些表达 那么第四个 我关心的恰恰 我觉得关心对了 就是卡玛拉哈里斯 我觉得这个人 当时虽然只是一个 首任的参议员 过去名气并不大 但是我平直觉 我认为这个人 一定在未来 会有作用 你没有注意到贺锦丽 就是贺锦丽 他有另外一个名字 是吧 对 卡玛拉哈里斯 他的中文名字 他自己是一个华人朋友 给他起的一个中文名字 叫贺锦丽 我以为是俩人 不是 怎么说了一例外 您知道贺锦丽 他的政治起家的地方 是加州北部 就是大湾区 就美国的旧金山 这个大湾区 那一代华人很多 所以你要在 大湾区从政 一定要获得 这个华人的支持 所以他起了一个 他一个华人朋友 给他起的 就类似于过去 我们熟悉的 比如说费政卿 我最早 我以为 我那个时候 小时候 我以为费政卿是中国人 然后还有一个 美国现在总统的 非正式顾问 比如叫白邦瑞 白邦瑞 我原来也以为 白邦瑞是个华人 白邦瑞就老白 对 我们都叫老白 是吧 但其实他都是 起的中文名字 有的是起的还不错 你要费政卿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名字 这个 贺锦丽也起的好 对 贺锦丽的名字也不错 但是不要认为他 就是说跟中国 有特别的关系 贺锦丽和拜登 两个人这种组合 二人赚掉一副价 是明显的优势互补吗 其实是这样 我个人判断 当时我认为 副总统人选 最更可能是 另外一个白人的 就是明尼苏达州的 参议员 叫克劳巴切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在明尼苏达 是代表美国中西部的 一个势力 而中西部又是几个 关键的摇摆州 所以当时我认为 他会选 克劳巴切的可能性 更大一点 但是贺锦丽也是之一 根据贺锦丽 或者叫哈里斯 哈里斯的背景 我认为 当时我瞎说 我觉得拜登未来 可能会任命他当司法部长 因为他有很强的司法背景 很强的司法背景 但是后来 由于黑人骚乱事件 抗议事件 在美国内部 黑人的声音在增大 最后他挑了哈里斯 做他的搭档 这个不失为一个坏的选择 因为哈里斯应该还是代表 美国主流民主派的 民主党的这么一个人物 他不 就是在 思想上 他跟拜登是非常接近的 这个人不激进 不激进 基本上的观点 我们就叫 或者叫 在美国的政治光谱 这种 他和拜登都叫中间偏左 中间偏左 那么其他 像比如说沃伦 就是稍微右左一点 桑德斯更左 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光谱 这个贺锦丽 我看他反驳特朗普 那个演讲 是很沉稳的 对 是一逻辑的 一环一环的 没有什么激烈的 前面你还看过他 那个 当时要批准 那个一个最高法官的时候 那个叫卡瓦罗 贺锦丽的 那个作为参议员 对他的那种急问 那在美国是属于 这个叫什么 经典性的 典范级的 典范级的 非常 因为他在加州 做过最 叫总检察官 总检察官 这个 法律思维 法律思维 非常严密 作为一个 主控的这种 做检控的这种 总负责人 这个能力还是 但有意思的事 正因为这样 所以呢 对方 川普总统 非常不感冒 对 很怕他 说找他 找他 他不如我女儿的 我女儿 伊万卡 更适合做美国的 女总统 因为他并不认为 贺锦丽呢 他是个副总统 他老认为 瞌睡虫 可能要睡过去 对对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有一种可能性 贺锦丽有可能成为 美国历史上 第一个女总统 非常可能 因此他就认为 我女儿怎么看都比他更顺眼 他这个 我们上一次聊到过这个话题 是吧 我觉得这届 如果民主党胜选 那么副总统 一方面肩负着下一次 2024年 去出来参选的这种可能性 另外一方面 要随时准备接任总统 因为实在 这个拜登年龄实在太大了 这个年龄 而且你也知道 他做过两次脑血管流的手术 尽管手术很成功 毕竟78了 对 毕竟有这个年龄 而且 你想他儿子又是2015年 脑癌死掉了 所以家族遗传性疾病 对有可能 这个家族 他其实拜登这个人 我们要仔细看 他经历真的很坎坷 经历很坎坷 所以他 你现在流传一个视频 就是他年轻的时候 对 你转过的是吧 年轻的参议员 最年轻的参议员 74年 对 很帅 对 但是他是最年轻的参议员之一 如果按月来排的话 因为他确实就是30岁每年当选 对 就是美国法定的最第一年限 但是他就是在74年 你看到那个视频之前几个月 他很惨 他太太带着三个孩子 开着一个车 被一辆货车给撞了 结果他太太当场死亡 小女儿当场死亡 两个儿子受重伤 那次对他 那时候他刚刚选 就是参选参议员刚刚选完 12月份的时候 12月几号我忘了 出现了这个情况 所以当时他做了几年 我们中国话说叫又当爹 又当妈的过了这样的一个生活 非常一直到五六年以后 大概才又遇到他现在的妻子 所以后来你想15年 他又大儿子 是他最欣赏的这个大儿子 有脑癌 他儿子已经当到了特拉华州的总舰大长 这个职位当然不是顶尖 但是在美国也 也不是一个 州里面也不得了 也不是一个谁都能干的职位了 战至新锐人物 对对对 这个儿子又死掉了 所以他命运挺多船的 其实16年民主党内有很高的呼声 让他出来参选 但是他是当时明确说 由于丧子 白发人送黑发人 实在没有心情 实在没有心情 如果16年是他来代表民主党的话 兴许的结果是另外 当然这种话现在说没有意义了 这本来是请吕强先生谈一谈 美国大选的 他基于数据和分析所得出的一个结论 给出一个具体的研判 但说着说着 美国大选的话题 它就像一棵树一样 有不同的树枝 因此我看很有必要 就美国大选的问题 接着我来发问 请吕强先生就其所能 给我们更多的回答 比方说 接下来按照规矩有几场辩论 辩论结果会怎么样 比方说 美国现在有一些人 他们指控 比如现在白宫的顾问 拜恩就指控说 中国黑客干涉大选 再比方说 美国还有疫苗的问题 疫苗 特朗普先生一口咬定 这11月3号 差不多美国就出来了 而且和官方的说法 至少和柳叶刀的主编的说法 完全不一样 也就是说 美国大选接下来 我们受制于很多很多方面的因素 当然不限于我说的这几个因素 那这些因素如果加进来 我们怎么看待大选的结果 下期节目 我们请吕强先生接着讲 感谢您收看 再见